在我和林家相恋十周年的日子 他终于宣称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 很感谢大家对我私人生活的关注 同时我也要感谢 一直在我身后默默付出的男友张池 林家手持年度最佳新人的奖杯 站在领奖台上侃侃而谈 台下的众多记者以及明星 都张大了嘴巴表示惊讶 唯独守在电视机前的我双目通红 愤怒地盯着林家那张精致到极致的脸庞 我叫周放 刚刚做好的蛋糕被我摔在地上 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混着奶油滚到了沙发底下 今天是我和林家相恋十周年的日子 也是我求婚的日子 桌上的手机突然亮起 我拿起手机放到耳边 尽量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喂 周总 林小姐的发言您看到了吧 要不要我出手 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我的心态反而平静了下来 在林家面前装了十年的穷小子 差点让我忘记了 自己还是个上市公司的总裁 一个货真价实的富二代 看着电视屏幕上意气风发的林家 我无比冷漠地开口道 你告诉老周 从现在开始 我和林家结束了 是 周总 剩下的事我会安排 您好好休息 挂断电话 我从沙发的缝隙里 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 林家不喜欢闻烟味 所以我十年都没有在他面前 碰过一根烟 但今天不再试了 烟雾缭绕中 我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房门开启 两甲微红的林家 被经纪人送了回来 他身上满是酒气 礼服也是皱巴巴的 看起来醉得不轻 不过也是 今天可是他大喜的日子 又怎么可能不喝酒呢 只是他不知道 他这个最佳新人奖 是我硬生生拿钱和关系砸出来的 要不然只凭他那拙劣的演技 周放 你瞎啊 还不快来帮我扶一下林姐 林家的经纪人 是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大姐 林家平时就对我呼来喝去 以至于他也苟杖人士 跟我说话十分不客气 如果放在平时 不用他说我都会主动接过林家 但这次 我却只顾坐在沙发上抽烟 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周放 你龙啊 听不见老娘叫你呢 见我闻思未动 他更加生气 把林家放在沙发上 就要拧我的耳朵 啪 没等他那只肥瘦的手碰到我 他的脸上 率先多出了一个通红的手印 你敢打我 他呆呆地望着我 似乎痛感还没有传达到 他满是猪油的脑子里 啪 我没废话 再次带他 体验了一把刚才的感觉 这次他是彻底怒了 张牙舞爪地扑上来挠我 而我也不再惯着他 一脚就把他踢出去老远 等林家醒了以后告诉他 尽快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警告过他之后 我直接摔门而去 不管林家会不会搬出去 我都不会再回到这里 在我经过林家身旁时 他还在呢喃着 持歌两个字 我不由自嘲地摇了摇头 大不离开 自从林家在公众面前 宣布自己有男朋友之后 他便开始频繁地 和张持成双入队的出现 关于他们的消息 也一度在热搜上罢榜 狗仔每次拍到的照片里 林家脸上始终带着甜美的笑容 仿佛并没有因为我 而受到丝毫影响 而不明所以的网友们 则纷纷祝福 这一对娱乐圈的情侣 长长久久 周总 这是您要的资料 陈秘书从外面走进来 将一份薄薄的档案袋 放在我的桌上 那里面放着的 是张持祖孙三代的详细资料 我并不算是一个 牙子必报的人 但这次我一定要 让他们付出代价 说起来张持也算是青年才俊了 不到30岁的年纪 已经身价千万 并且还是张持娱乐公司的董事长 这样优越的条件 也使得他身旁美女如云 也怪不得 林家会为了他神魂颠倒 我一边翻看张持的资料 一边问道 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妥了吧 陈秘书推了下 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点头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为林家争取到的 所有代言都已经终止 只不过张持那边 也在为他安排新的代言公司 大友将他捧红的意思 张持不过是个外来的公司而已 想在我们的地盘上做事 还是得经过我们的同意才行 我所在的周氏集团 在全国的娱乐公司当中 排名都是极为靠前的 张持之前主要的业务范围都是 在海外 而且张持的爷爷 当年是靠拍香蕉片发家的 在业内的名声并不算太好 所以他们想要在我们周氏的 眼皮子底下做事 就必须低头 果然 我的话音刚落 陈秘书就奉上了一封烫金的请柬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是张持给您送来的请柬 请您去参加张家公子的订婚宴 张家公子 好大的拍头啊 我没有去接那张请柬 而是让陈秘书丢进了垃圾桶里 好的 那我就帮您回绝他们了 还有 他们想和我们合作一部戏 女主角就是林家 我也一并拒绝了吧 谁说我不去了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 张持公子和林家订婚的消息 快速登上热搜 心中不由一阵冷笑 那合作的事情 先答应他们 但合同不急着签 是 三天后的上午 阳光明媚 西京国际大饭店门外 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 作为张氏唯一的继承人 张持的订婚宴 自然是无比的奢华 张氏不仅包下了 西京城顶级的酒店 而且还邀请了 众多知名的人物 其中不仅仅有大家 耳熟能详的国内明星歌手 甚至还有欧美 以及日韩等国家的演艺大咖 整个现场堪比红毯 闪光灯 此起彼伏 粉丝的尖叫声 更是从未中断 而作为今天的主角 张持身穿赤红色糖装 站在饭店门口 亲切地和众人打着招呼 灵家则站在他身旁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当他看到我向他走过来时 脸上的笑容 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 动作也变得无比僵硬 一旁的张持 看出了灵家的局促 凑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后 就以一种极为鄙夷的目光 看向了我 他对着身旁的人 说了些什么 一名身材健瘦的保安 便挡在了我面前 对不起先生 今天这里被包场了 不接待闲杂人等 我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抬头看向张持和灵家 他们两个的表情 此时出奇的一致 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先生 请回吧 保安不耐烦地伸手推了我一下 但下一秒 他自己反而倒在了地上 一个身穿白色西服 染着一头黄发的年轻人 不知道从哪里蹦了出来 此时正死死地踩着保安的后背 让他无法动担 周哥 我听说你不是隐婚退圈了吗 这次怎么出善了 他叫刘道 是周氏的副总裁 我和灵家相伴的这十年公司 几乎都是他在打理 所以这次张氏也邀请了他 哦 对了 他还是前年全国自由搏击的亚军 区区一个保安 对他来说 和蚂蚁没有太大差别 闲着无聊 来看看呗 我轻描淡写地将这件事划过去 留到这才松开那名保安 起身骚气地撩了下刘海说道 下次长点眼 这可是我们集团的 我微微瞥了他一眼 留到急忙改口 我们集团的员工 由于刘道经常在媒体面前露面 再加上他独有的骚包形象 这名保安自然也不敢造次 就算挨了打也只能陪着笑脸推到一旁 周哥 这次怎么 刘道凑在我身边喋喋不休 但还没等他说完 张池便带着凌家走了过来 此时张池的脸上已经没了刚才的鄙夷 取而代之的是 宛如菊花盛开一般的笑脸 刘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张池比刘道略高一些 此刻却是微微攻腰 显得比刘道还要矮半个头 不客气 恭喜 刘道十分敷衍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就要拉着我往里面走 这十年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趋值可数 自然是有很多话要讲 只不过 张池好像并不打算这么轻易地放过我 依旧满脸对笑地问道 刘总 这位是您的朋友吧 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 这是我们周氏的员工 张总不会介意我带人来敷衍吧 那当然不会 今后我们张周两个公司之间 还要多多合作 我巴不得周氏集团所有员工 来喝我的喜酒呢 哎 张总就是会说话 不过有一点说错了 不是张周 而是周章 周在前 刘道伸手拍了拍张池的肩膀 然后大摇大摆地从他身旁路过 独留下一脸尴尬的张池 站在原地 当我从林家身旁经过的时候 他以极低的声音对我说道 周放 你不要太过分 哥哥 我过分 他好像还当我是那个可以任由他拿捏的周放 所以我并没理会他 而是静止走进了大厅当中 在这里 刘道的面子比我大 毕竟我十年没有露面 知道我的人少之又少 好不容易应付完那些凑上来的人 刘道这才急忙凑到 我身旁坐下问道 我怎么没来 你都藏这么多年了 就让兄弟我见一面呗 老实说 你该不会连孩子都有了吧 此时张池和林家 也正好从门外走进来 于是我看向林家说道 那就是你嫂子 对刘道 我没什么不能说的 而当我将林家所做的一切告诉他后 刘道则瞬间暴怒 直接将手里的高脚杯捏得粉碎 星红的酒液顺着他的手掌躺下 染红了他洁白的袖口 这边的动静引来了众人的目光 张池冷冷地看着这边 然后对身旁的一个人低声道 去查查留到身旁那个人的身份 那人快速走开 而林家则开口道 池哥 有这个必要吗 他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小题大做 你果然是传到家了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张池已经敏锐地 察觉到我身份的特殊 只不过 我的手段比他要高明得多 凭他的人脉 还不足以探知到我的身份 所以当他的人 向他汇报我只不过是 周氏集团下面 再普通不过的一名员工后 他便大不留心地 向这边走了过来 刘总 您没事吧 他先是假惺惺地问候刘道 而此时的刘道则双拳紧握 一言不发 如果不是我让他 不要在这里出手 此刻张池早就倒在地上哀好了 见刘道没理他 张池紧接着 便将矛头指向我 周先生是吧 真是对不起 我们这场宴会的座位 全都是计算好的 并没有你的位置 能不能请你先离开 说着他身边的人 便递过来一打钞票 张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道本就对张池没什么好感 这下更是直接拍案而起 愤怒地质问张池 刘道您别生气 我只不过 是把无关紧要的人请出去而已 您也知道 这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在这里 也只会添乱而已 本身就融不进去的圈子 也没必要硬融 免得自取其辱 张池的话十分露骨 就差直接表明 我跟他不在一个层次了 刘道还想开口 却被我抢先了一步 张总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不是一个档次 毕竟我们周氏可从来没卖过香蕉 也从来没挣过丧良心的钱 说吧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 这才一拍脑门道 哦 对了 你爷爷张香蕉还活着吧 他要是知道你改行 不知道会怎么想 该不会直接被气死吧 此言一出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尽管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 张氏是做什么发家的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当着张氏的面筒破 这层窗户纸 尤其是张池的爷爷 张香蕉的外号众人 更是会莫如深 张池脸上的笑容 一点点转变为了音质 而后毫无征兆地 一拳向我鼻梁砸来 他的力气极大 这一拳要是砸中 我的鼻梁 后果不堪设想 一声脆响 心红的血 缓缓滴在洁白的鹅绒地毯上 触目惊心 张池捂着手臂 惨叫着退后了几步 而我却毫发无伤 留到手持破碎的酒瓶 站在我面前 冷冷地盯着张池说道 张总 你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听到声响的保安 一股脑都围了上来 但却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这里一个是 周氏集团的副总裁 另外一个 则是张氏集团的董事长 帮谁好像都讨不着好 而一些媒体 更是偷偷拿出相机 开始拍摄 这新闻发出去绝对轰动 谁都不愿意错过这样一出好戏 林家想要上前去扶住张池 却被他一把甩开 紧接着 张池便英智地看着刘道问道 刘总 你是铁了心 要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跟我做对了是吧 哼 你只不过是来西津要饭的 跟主人说做对 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吧 论嘴臭 西津能胜过刘道的人并不多 刘道 你不过就是周氏的一条看门狗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我今天够给你脸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 卧槽 狗东西上脸是吧 刘道撸起袖子 就准备用自己的方式教训张池 然而却被张氏的几个人拦腰抱住 无法动弹 再怎么说 这里也是张氏的底盘 刚才刘道突然出手 已经让他们有了提防 卧槽 张池 从今往后 你别想再从周氏 拿到任何一份订单 刘道一改之前的沉稳 宠张池愤怒地吼叫着 然而 张池却像是根本不怕他一样 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嘲讽的弧度 刘道 看来你 还是没认清自己的位置啊 你不过是个副总裁 我们能不能拿到订单 你说了好像不算 而且 你姓刘不姓周 随着张池的话音落下 一个身穿堂装 精神绝硕的老者 在几个人的簇拥下 来到了张池身旁 他一见到刘道 便沉声喝道 小刘 你眼里还有集团的利益吗 张氏可是我们的大客户 还不道歉 周老 看到来人 流到满脸的不可思议 现场的人更是一片哗然 有人在人群中低声说道 这该不会是周氏集团董事长 周先雄的弟弟吧 这可是真正的大佬啊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他 听说 他一直在国外 这次怎么会突然回来 周老 真是不好意思 本来是想请您来参加宴席的 结果让您看到了这样一出闹剧 张池 彎腰鞠躬 将姿态放得极低 他面前的老人 文言则露出一抹笑容道 无妨 这也是我们周氏的过失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就多谢周老了 哼 小刘 你还不快向张公子道歉 老东西再一次向流到施压 后者牙关紧咬 硬是吐不出一个字来 也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 从流到的身后转了过来 周振明 几年不见脾气渐长啊 谁 兴许是很久没听到 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老东西条件反射般地吼了一声 哼 我把你送上飞机的时候 好像告诉过你 不许再回来 看来你是忘了呀 当我缓缓站起身来时 所有人的目光 同一时间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闪光灯 更是不要钱地向我闪来 我的目光落在周振明的脸上 他那张老脸上的表情 更是异常惊恶 周振明十几年前 是周氏集团的总裁 却勾结当时最大的娱乐公司 出卖自家公司的艺人 谋取暴力 甚至还想夺权 还好 我发现了他的阴谋 并且将计就计 狠狠坑了那个娱乐公司一把 这才让周氏集团得以续命 同时还吞并了对手公司 大量业务和艺人 事后我亲自把这位叔叔 送上了飞机 并且警告他不许再回来 但今天他还是回来了 周振明看着我许久没有开口 一旁的张池 却率先跳了出来 你算什么东西 周老的名字 也是你能随便叫的 来人啊 把他给我打残的丢出去 以张池的能力和影响力 打残一个周氏集团手下 再普通不过的员工 也能轻易掩盖下去 但太可惜了 我虽然是周氏的员工 身份可一点都不普通 那些不明所以的保安 听从张池的话 向我扑了过来 谁都想在张池面前 留一个好印象 住手 就在这时 周振明突然开口了 听到他的话 张池愣愣地 回头看向周振明 周老 怎么了 此时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周振明并未向他多做解释 而是看着我道 周放 你不是已经退圈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呵呵 你当时出国的时候 还对我发誓 不会再回来了呢 周老 他不就是周氏集团的 一个员工吗 您为什么对他这么客气 张池再也压不住心中的疑惑 当面质问周振明 然而我的身份 根本就不需要周振明回答 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的记者群中 便爆发出一阵惊呼 一名记者更是激动地喊道 是周放 周氏集团消失十年的总裁周放 此言一出 周围闪光灯的数量 瞬间增加了一倍 典奖典礼现场 无数艺人也都不顾形象地 拿出手机拍照 毕竟他们想见到我 并不容易 林家更是瞪大了双眼 脸上写满了惊讶 不过这样怨不得他 换作是谁知道 一向忽来贺惧的男友 是上市公司总裁时都会如此 刘道甩开那几个抱着他的人 并且一人赏了他们一脚后 站到我身旁 对周振明说道 你说的没错 周哥确实退圈了 但现在又进来了 你能怎么样 老东西 你 周振明愤怒地伸出手指指向流道 下一秒却脸色一红 连续咳嗽了几声 张池在听到我的身份后 更是被吓得两腿发软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周 周总 张池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 从西津滚出去 否则我将会动用我平生所有的人脉 攻击你们张氏集团 直到你们破产为止 我并不是在吓唬张池 以我的实力 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而张池也很清楚 所以他急忙爬到我面前 来不停地磕头 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对不起周总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的身份 请您原谅我一次 以后 我给您做牛做马 请您一定要给我们一条活路啊 他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哀嚎 当他看到凌家 还呆若目击地站在他身旁时 顿时火冒三丈 一把将他拉到身旁 你还不快给周总跪下 赔礼道歉 都是你这个贱人惹的货 凌家木讷地被他拉到身边 却无论如何也跪不下去 张池只好再次独自求饶 周总 我不知道这个贱人 是您的女朋友 否则就是 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而且这个贱人 也根本配不上您 我有一个妹妹 比她漂亮几十倍 还会疼人 只要您放过我 放过张氏 我让她伺候您一辈子 你真的以为我缺女人吗 我细细地看向张池 眼中没有丝毫的怜悯 听说你们张氏 已经被海外的穴刀会 通缉了 没有办法才回到国内发展的 如果没有周氏 你们会生存不下去的 对吧 这 这些您怎么会知道 你太小看我了 虽然我十年没有出山 但还不至于眼下耳隆到这种地步 如果今天周氏帮了你 那就是惹火烧身 凌家 不过是给了我一个 将你们驱逐出吸睛的机会而已 最后一句话 我刻意压低了声音 没有让那些媒体听到 但张氏和凌家听得很清楚 这一刻凌家木讷的眼眸中 突然闪动了一下 然后歇斯底里地冲我吼道 周放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利用 或者是没有利用 你心里很清楚 不用欺骗自己的内心 你只需要记住 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而你也永远吃不上娱乐圈 这碗饭就行了 你 真的变了 哼 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我 一个不择手段的商人 回归真实之后 我才发现是这么的自由 结果流到递来的香烟 我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周放 我再次出国 求你放我一马 好不好 周振明看着我 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了这几个字 不好 你就不怕我报复 周振明没想到 我拒绝得这么干脆 但随即 他就摆出了自己的筹码 现在你父亲躺在医院里 活不了几天了 你又消失了将近十年 公司早就是风雨飘摇 很多老人都让我回来执掌大局 周放 你可千万不要逼急了我 否则后果很严重 唉 十年了 你还是这个样子 贼心不死 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我略微头痛地扶住额头 下一秒 一对警察便冲进来 包围了现场 周振明 你被逮捕了 一名警官拿出一张逮捕令 放到周振明面前 那上面写的全都是十几年前他贪污公司财产的证据 当年我和我爹念在同族的份上放你一马 但为了防止 你像这次一样钻空子 所以当年就让人把你的犯罪资料存了起来 只要你不回国 这些资料就会永久封存 但只要你敢回来 这些资料将会在第一时间传到警方手中 就凭这些 就够你在监狱蹲到死了 你 周振明完全没想到 我会留这一手 当即喷出一口老血 昏死过去 但此时 不管他是真婚还是假婚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的后半生 注定要在牢狱当中度过了 当警察将周振明带走之后 身穿职业OL装的陈秘书 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无视在场所有的明星大腕 以及企业家 禁止来到我面前 将一份资料递到了我面前 周总 一切都已经办好了 张氏集团的所有劣迹 都已经被公之于众 全国都不会再有娱乐公司 愿意跟他们合作 国内的同行们 还不知道张氏集团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就算他们被我逼出西京 还会到其他地方去祸害其他同行 所以我选择将他们的事情公布出去 这样既避免了其他同行惹火上身 也能让张氏集团永无翻身之日 张氏听到陈秘书的话后彻底疯了 我这样做 丝毫不亚于将张氏集团置于死地 国外的那些黑恶组织还在盯着他们 如果他们无法在国内捞到钱 那么这些人迟早会将整个张氏集团拉入深渊 不 不能这样 绝对不能这样 周总 这是您逼我的 张氏的情绪此时突然狂躁起来 抄起一旁的酒瓶摔碎用尖锐的玻璃对准了林家 周总 听说您因为这个贱人隐退了十年是吧 想必他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吧 既然你不让我活 那我就杀死你最爱的人 我倒要看看周总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深情 张氏撞落疯癫 宁笑着将玻璃尖端紧紧贴在林家白皙的脖子上 一缕鲜血顺着他的脖子躺下来 触目惊心 我六位皱眉 以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 看着张驰道 如果是你 你会在乎一个给自己戴了绿帽的人死活吗 哈哈 你说得很对 但如果他肚子里有你的孩子呢 尽管我已经不在乎林家的死活 可当听到张驰这句话时 心头还是忍不住一阵刺痛 你说什么 哈哈 幸好我没有让他去堕胎 周放 林家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我劝你撤销对我们张氏集团散布出去的谣言 然后道歉 卧槽 张驰 你还真不要脸 拿女人跟孩子当挡箭牌 有种跟老子一对一 刘道此时开口 然而这没有丝毫意义 张驰向后退了几步 然后嘲讽道 刘总 我可没你这身手 也不会跟你一对一 我只跟周放说话 怎么样周放 想清楚了吗 面对张驰的威胁 我的脸色依旧沉静 但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 我无法否认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感情 毕竟我出为人妇 可商人的思维告诉我 不应该置自己于死地 就在我赶到两难时 林家突然开口了 周放 你这个王八蛋 我给你戴了绿帽子 我不喜欢你了 你滚吧 让我自生自灭吧 她的语气很坚定 但双腿却吓得瑟瑟发抖 我知道 她这是在演戏 不过不是因为爱我 而是恐惧 她并不希望我走 她希望我救她 哪怕用我的命 去换她的命也行 她高估了自己的演技 同时低估了 我对她的了解 相比我 她更像是一个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周放 你的时间并不多了 张驰还在催促 九瓶已经刺入 林家脖子里很深了 而且由于她的手抖 伤口不断扩大 形成了一个猙獰的血槽 好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不过现场这么多媒体 就算我道歉 也无法挽回张氏衰败的局面 不如我给你提个建议如何 我从旁边的桌上 端起一杯红酒 一饮而尽 随后大不留心地向前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张氏的困局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钱 你放了林家 然后绑架我 以我的命 向周氏要钱 一个小时之内 周氏可以凑齐四个亿 这点钱 应该构解张氏的燃眉之急 然后 你们可以到海外注册新公司 东山再起 这样不是更好吗 张池虽然疯癫 但脑子还是在的 只要他略微思索就知道 我的方案远比他 绑架一个林家来的实际 经过陈秘书的运作 张氏集团的所作所为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酵 并且爆发 张氏集团的衰败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滚 退后 我不可能相信你 张池咆哮着让我后退 眼中除了愤怒 也多出了一丝慌乱 目睽睽下杀人张氏 只会倒得更快 我转身就走 不留给张池任何反应时间 等等 张池彻底慌了 他害怕 失去我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在恐慌的驱使下 他松开了手中的酒瓶 也就在这一刻 我猛然回身 一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 握住了张池的手腕 张池的手刚才 本就被留到用酒杯刺伤 再加上我的力气极大 他瞬间便丢掉酒瓶 捂着手腕 痛苦地跪了下去 忘了告诉你 我曾经是全国自由搏击大赛的冠军 说完 我便扭断了张池的手腕 剧烈的疼痛 让他彻底昏了过去 周放 林家无助地蹲在地上 看向我的眼眸中 满是泪水 如果换做以前 看到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我会第一时间上前安慰 但现在 不会 我俯视着他 以无比冷漠的语气对他说道 你负责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说吧我便禁止离开 任由林家在背后 呼喊我的名字 我也没有停留 两天之后 尘埃落定 周振明被判刑15年 以他那副身体 失去药物支撑 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 张池也因为故意伤人罪 被判刑 不过这对他来说 反倒是最好的结局 因为张氏集团的其他人 都被国外黑恶组织找上门 包括张氏的父亲和爷爷 都被逼得跳楼 而张氏集团的其他女性 则被那些黑恶组织 当做了一个个赚钱的工具 之前张氏集团 也是做这种生意的好手 只不过常在河边 走哪有不失血 借此机会 我也将集团里那些 选择投靠周振明的老人 清理了出去 真正将周氏集团 掌握在自己手中 医院里 我坐在父亲的床边 一边为他包橘子 一边讲述这段时间 公司发生的事情 之前因为他 极其反对我和林家在一起 所以 我们之前的关系十分僵硬 现在我们才真的 以父子的关系进行交谈 那个孩子 你打算怎么办 父亲接过我包好的橘子问道 我并未思索 而是直接了当地回答道 生下来 我养 孩子是无辜的 听到这话 父亲抬起手掌重重地 拍了下我的肩膀 好 这才像我们周家的人 不管那个女人做过什么 但只要 是你的孩子 你就不能不认 呵呵 等你出院 帮我看孩子 那可不行 养孩子太麻烦了 我已经计划好了 等出院之后就去旅游 养孩子是 你自己操心 那怎么行 我还要管公司 还要带孩子 哪忙得过来啊 我向他抗议 谁知父亲 却像那孩子一样 对我眨眨眼说道 那我帮你找个 带孩子的人怎么样 找谁啊 你该 不会说刘道吧 哎呦 没想到你对小刘情 有独钟啊 他故意细耍我 我却不上当 直接了当地问道 别卖关子了 先说好了呀 你要是给我找个保姆什么的 还是算了吧 还不如我自己养呢 那肯定不会 哎 你看 他来了 随着父亲的话 病房的门也被推开 换上一身变装的陈秘书 拿着一束花走了进来 陈秘书平时在公司 都是穿职业装 身材无比火辣 此时换上变装 却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让人难以挪开目光 嘿嘿 周董 见到我父亲 一向雷厉风行的陈秘书 竟然有些扭捏 哎 小子 人家再怎么说 也是陈氏的大小贱 心甘情愿当了你十几年的秘书 你可不能等我说你不愿意啊 这 我看着一脸娇羞的陈秘书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回想起来 我照顾林家的这十年 陈秘书又何尝不是在照顾我呢 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属于我的真爱 他一直都在我的身旁 于是我起身走到陈秘书身旁 牵起他的手 走到病床前 对父亲说道 爹 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啊 要不然就喝不到你儿媳妇给你敬的茶了 哈哈 好 好啊 父亲连连大笑 脸上也随之多了几分血色 我看向身旁的陈秘书 哦 不对 应该说是陈清零 此时他同样在看着我 眼中满是爱意